为什么很多人很难相信净土法门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为什么很多人很难相信净土法门? 他就很难相信你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次第。 谈这个缘顿,就是超越次第的。 但一般人就喜欢这个次第,就好像念书,非得要从一年级,二年级,三年级,初中,高中,这么大学读上去。 忽然有一个人,他是小学生,他就不念中学,不念大学,竟然得了一个博士学位,他就觉得这绝对没有这回事。 按众生的立场来谈是没有这回事,但净土法门有一个特点,他是以果的觉作因地心的,就是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,恩赐给众生。 众生在因地当中,全设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,他就圆顿了,他就快捷了。 这就类似于爬楼梯,你正常的爬楼梯,爬48层,你必须要爬,要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。 你从一层楼,爬到二层楼,爬到三层楼,你不能列等。 这个次第,它肯定有一个时间段,它是算得出来的。 但是你忽然坐上电梯上去了,你没有走这条道路了,你从电梯刷就上去了,你不能由于这个爬楼梯的,就决定它是唯一的,就否定还有电梯的这个情况。 所以对一个业力凡夫来说,他在了生死,成佛道的这个正常的途径,和净土法文代业横抄。 入大乘证定据,被阿炳八字,快速成佛这一点来说,他是顿教。